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打人 那算说美股连续两天从低档拉上来之后 那昨天又涨了500多点 那么NASDA是涨了169点 这个都非常的活泼 道仲实涨了526点 但因为雅谷昨天涨在前面 所以道市今天非常的冷静 上海小蝶 日本小蝶 恒生平盘 韩国也差不多平盘附近 然后台股就平盘上小涨翻黑 小涨翻黑 然后中涨翻红涨不多 涨22点收到11534点 因为昨天先涨 然后资金面台币又升了大概超过5分 仍然维持一个涨势 看出来这个热钱还是持续在往亚洲窜新市场窜 因为美国就QE然后零利率又扩大购买公司在联总会的部分 所以钱不断地放到市场 所以它对金融市场基本上它会造成一个最强的支撑 所以大家现在可能会觉得比较错乱 就是说明明美国就二度爆发了疫情 然后北京呢 最近又开始紧张起来了 因为超过百例的新增并利 而且它那个是最大的市场 那个蔬果的供应量占北京据说是超过9成的一个量 所以那个人之秘籍往来之秘籍 那个影响非常的大 所以北京现在就是已经升到第二级的一个警戒 然后又开始做一些必要的一些封锁的措施 所以中美都有第二波的疫情的压力 但是股市造商 股市造商 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错乱 但其实这个就是进行行情 当你钱真的多到溢出来的过程 他没有地方可以去 他终究还是回归到股市 而各国政府都要面对的就是说 我今天是要面临感染 有可能会威胁到生命病死 还是说我全面封锁 大家直接饿死在家里 这是一个两人的抉择 所以比较可行 而且大家目前都在做的事 我也不能做以待币 我也不能饿死 所以我只能请所有的民众 把防疫的措施准备好 比如说口罩就戴着 保持适当的距离 把相关的医疗的一些用品药物 通通都准备好 并且做大量的筛减 让所有的经济慢慢慢慢恢复运作 让病毒跟经济 目前看起来要并存一段时间 所以防疫的需求 它就不断的上来 不断上来 所以可能很多人都在多空论战说 到底市场主流是什么 那指数这波已经从8523点 涨到这波最高是11771点 外资昨天也大买了200多亿吧 到底主流是什么 其实我在盘中的文章 我讲的非常的简单 非常简单 你就去看 到底什么股票 涨停板的数量是最多的 今天我大概盘中算了一下 40级当涨停板 然后防疫跟生计 基本上我是看在一起的 涨停板的 19 20加吧 电子股涨停板的 我盘中算的时候 大概6加 而且那6加 几乎都名不见经传 没有什么重要的指标股 但防疫生计的部分 基本上它都有现阶段 最热门的题材 都是防疫的题材 所以市场之间到底往哪边走 到底是哪边热 往哪边烧 其实一目了然 其实一目了然 所以我就说 我现在帮 我们叫成员规划的 大概五档池股里面 只有一档 或者六档池股里面 只有一档 是加登是电子股 其他仍然 我们重点都还是放在防疫股 因为市场最热 最强势的都在这边 前几天我们就说 我们会再买一档 将要数日爆发的防疫精品股 我说是四开头 因为我说他瑞德西伟 即将量产出货 六月产能可以达到12.5万计 7月25万计 毛利率高达45% 目前公司毛利率只有28% 所以现在28% 但是瑞德西伟只要出了之后 他的毛利率远高于 现在公司的毛利率 大不完 目前单约收到2.6亿 只要他 如果说未来可以全产能生产 假设25万计 以目前 内销大概4500 外销超过6000块 一计 平均内外销加起来 大概5000块台币 假设5000块 25万计 就几乎接近13亿 13亿一个月 那现阶段你收入2.6亿 这不得了 这代表后面的成长空间 可能有一倍两倍 三倍四倍的成长空间 当然 不会马上就出到这么多 但这告诉我们 它后面的空间是大的 就像今天快筛世纪 有人准备了 30万 50万 100万 或者160万 或者500万计的一个 产能瑞德在那边 不会马上出满 但跟瑞德一样 先出7万 再出15万 准备再出30万 股价已经从100 涨到400块钱 因为后面的 空间就在那边 所以这个空间非常大 所以我就说 它数字会如瑞基跟恒大一样 准备要大爆发 前一天也有 让大家 网路上 就如果说你留言的话 基本上 我是直接带你买的 然后 如果你有买 4746 台药 今天盘中最高涨到61.5 大涨8.3% 就四叉三码 4746 尾盘虽然 每天都有一些当冲 虽然压回一点 但终究还是涨了大概45% 收到59块2 也是连续收红四天 创下这个波段以来的 收盘价的新高 跟波段的新高 所以前几天 如果说你有留言 然后我带你买的 今天你全部都赚钱 更不要说会员 那基本上我说 我买的都是 有数字的金铭股 因为正好是坚持 只买金铭股 而且 最好我们都看得到 是指的数字在后面 如果现在有数字 那最棒 如果现阶段还没有数字 但是后面即将 有非常好的数字 那也OK 要买都是要买这种金铭股 像我说的 瑞德西伟 六月份开始量产 内销外销都有 都有 政府也有跟他买 内销也有 外销也有 然后原产 他也要出给原产 所以我就说产能 大概六月份 他可以生产 瑞德西伟原料 大概0.5公斤 换算大概是12.5万基 7月会量产 大概1公斤 可以换算成 25万基的一个瑞德西伟 那就像我说的 每一季平均加起来 大概5000多块 所以如果说未来真的产能 就在那边了 它的原料 它要产出 如果高达四级20万基的话 那个营收不要说翻四倍 翻一倍并不难 并不难 所以如果说全产能生产 营收将翻四倍 所以为什么要标 因为很简单 你回想过去大概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 防疫股它怎么走 一开始大家开始封锁 两体温 所以温腔股 红康热印先标低波 然后那时候呢 恒大口罩股 从230一路标到780 大家就已经觉得 哇 这是投机股 涨完就要挂了 就再从85块 我们买进了一个成本 一路标到216块 就口罩股后来接棒 然后之后呢 我说检测未来是台股 最大的全新的明星股 今天检测股全面喷出 普森 金万林 亚诺法 这个等我们要谈 瑞基 高涨成立 保林也涨停 然后昨天我们卖早的ABC 也涨停 这个等我们再来谈 所以第三个就是说 轮到筛检股跟疫苗股大涨 再来呢 陆陆续续 生病要吃药 之前不晓得什么药有效 但现在经过了非常多的实验 除了瑞德西韦之外 今天又有另外一颗新的药 不是说新的药啦 是旧的药 但是发现说对于重症的 瑞德西韦病患是有效的 所以现在除了瑞德西韦之外 另外一颗药的题材 它也上来了 所以再来第四轮 制药果部分 我认为再来会非常非常的强势 因为题材就是这样子 一波轮一波 从温腔 口罩 疫苗 筛检 然后再来制药 所以你要非常有节奏感的 去抓到每一轮 每一轮每一轮的主流 如果说每一轮 不要说什么都赚一倍 就三成四成的赚 这一下来 光防疫股就赚不完 更不要说我们的恒大 就赚了一倍多 瑞基也是一倍多 所以台奥的部分就是制药股 我认为这就是一波 防疫股最新的主流 因为瑞德西韦也是最早被证明 它对于新冠的重症的病患 它是有效的 台奥部分已经开始量产 六月出货 然后七月产能会再倍增 所以全产能的部分 营收可以跳增 到目前为止是 营收的单月的水准 大概是2.6亿 未来不要说可以增加4亿 我认为只要它后面出货顺的话 营收跳一倍 那是相当有机会的 而且毛利率是45% 现在台奥的毛利率是28% 营益率甚至是负的 所以它将由亏转盈 今年大概保守估计赚4到4块半 所以现在的股价60块钱 其实就生机股来说 真的不算贵 真的不算贵 因为它后面有实质数字 你这样可以看得到 所以塞前股如果所预言的 全面喷出了 再来制造股部分 是我们现阶段的布局的重点 所以这个瑞德西韦部分 是台奥的部分 今天已经喷出了 然后回头看看就说筛前股 瑞基礼拜一是创了418块半的新高 昨天今天就高涨量说整理 今天是整理 但我认为它最近股价比较慢 是因为之前人家都没涨 它跟恒大已经先涨了超过一倍上来了 恒大从8级涨到200多 现在在大概18级199做整理 瑞基是从100多涨到400块 那也没有什么拉回 就是400块作为强势横盘 所以这两档股票就是因为零涨 所以现在先整理 但越到下旬它会越强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其他的股票它开始补涨 但其实实际上六月份的营收 你说要冲出来的数字 要很漂亮的还不多 还不多 大概七月份之后会比较多 所以真的到时候看数字的话 还是很大跟瑞基最强 所以就说他们这两股票 正在酝酿一波 真的数字的主升段 大概越到下旬股价越强 那瑞基买199到最高到418块半 总共赚了228.5元赚了120% 那个意思是说你买100万可以赚120万 一个多月 如果说你是我们家的成员最多买500万的 现在光这一笔就赚了大概600万 就500万变成1000多万 真是赚烦的 真的是赚烦的 然后六月份 快拆四季报价从10美元 涨价到15到17美元 这个我就不用再多做重复的解释 因为当你产品的单价往上涨 一口气涨五成 你出货又成长一倍 所以你整个营收贡献度 先乘以二再乘以1.5 营收贡献度变成多三倍 那涨价所带来的获利 营收的增加都是获利的增加 所以六月份非常非常赚钱 我估计可以赚个两块半到三块钱 乐观一点超过三块 保守一点大概两块半 然后第三季的产能 准备上看100万季 如果从30出到100又是成长两倍以上 如果说出30就可以赚到接近三块 那出100的话到时候一个月要赚几块 一个月要赚几块 你可以去发挥你的想象力 所以为什么我说快拆股 我认为最像IC设计股 因为他们都是股本小 而且他们快拆四季的毛利率都非常高 以前瑞基做其他的四季的毛利率 就已经超过了七八成了 89% 84% 70% 75% 新冠肺炎的四季也差不多 超过七八成以上 他们有比设计股更高的毛利率 那他的很多晶片 IC设计的晶片都已经是红海 但快拆四季目前是蓝海 全球疫情这么严重 需要多大的筛减量 北京又要一大幅度的筛减 更不要说美国 还有什么印度 巴西那些都是灾难 不然需要太大的一个筛减的能量 这些公司的生意根本 我认为未来两年之前大概做不完 所以如果说出30万G 可以赚2块多 3块钱 未来如果说出100万G 到底要赚多少钱 大家可以去算算看 是不得了的数字 所以未来就像瑞季一样 今天已经涨到400 然后有一档新贵的 我常在讲的普森 一个礼拜之内 从不到100块涨到197 那很可惜 我非常看好 但是我们带家族成员操作 真的不方便买新贵 不然的话这也是非常强势的股费 因为它的营收也看到了 5月份的快筛就出货了 营收月增率就超过200%了 这未来也要大赚 所以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筛减股 股价你会看到200 300 400 maybe 500 600 700 都有可能会有 因为他们的股本都太小 当他们有一个这么高度的 获利的成长性的时候 到时候反映在EPS上 反映在本硬比上 未来会有非常非常多的 赛建股的高价股凸显 所以谁先拿到认证 谁先出货 谁先有数字 谁标第一棒 先有数字的瑞基 普升先标 最早数字是普升 最早有数字的是瑞基 所以先标第一棒 再来是普升 再来陆续拿到 比如说美国跟欧盟认证的 股价就跟着标 所以最近比如说3176的瑞基亚 联标四根 他只是子公司拿到美国EUA的紧急授权 子公司 不是自己 股价联标四根 所以今天我在盘前 就发了一则非常重要的讯息 给我所有的家族成员 我比较少在盘前下单 但今天我们就在盘前挂停板 再把之前超出过一次的亚诺法 持股全部买回来 开盘跳空涨停 但是据我了解 蛮大部分的成员都有买到 因为今天成交量高达6000张 只要有买的 有挂的 分多笔挂 今天都有成交 开盘就买进 虽然挂涨停板 今天直接跳空涨停 没有赚半毛钱 我真的很实在 没有赚半毛钱 但是 但是我刚刚说的 基亚子公司拿到验证 就已经标四根了 亚诺法昨天已经顺利 拿到EUA的认证 美国的EUA的紧急核准 紧急核准的许可 紧急授权的许可 而且已经得到 美国的合作伙伴 直接下一笔大单 那一笔大单是 大概是50万人次的检测的量 50万人次的检测量 所以已经先拿到美国的认证 然后就拿到50万人次的订单 这就不得了 基亚你只是带子公司 宣布说 我们子公司拿到认证 我就标四根了 到底现在股价更低的亚诺法 他自己拿到认证 而且已经拿到大单了 股价标几根 同样都暂时没有赚钱的 而且他的认证进度还比较快的 比如说1760的保龄经验涨停 现在台湾还没过 美国也还没送 今天涨停满股价是137.5元 那你的筛减 你还不能出货 你就137了 但是我们已经拿到大订单了 而且也拿到美国认证了 而且再来欧盟的认证 西医的认证估计 大概也快了 大概快了 然后都还没送认证的股价137 股价只有一半的 现在是76块 昨天我们真的卖太早的ABC 当然我觉得很可惜 结果他昨天也拿到认证 尾盘涨停满 今天又涨停满 我真的卖早 运气不好 但是ABC今年恐怕不会真的赚太多钱 但是亚诺法股价只有ABC的不到一半 已经拿到50万人次的一个 你就算50万组的一个订单 先拿到美国的许可 而且欧盟认证估计也快 他有可能有双重认证力多 所以为什么今天盘前要买掌停满 这都是有原因的 后面我认为这股价将会开始追上 股价比他高的 但是认证数 这个进度比他慢的一些筛减股 我认为他股价都有机会跟上 所以今天我们在盘前 就请所有教育成员 通通挂掌停满把它买回来 所以这种手脚要很快 真的要很快 不然的话其实你想买就买不到 那当然就是说 明年恐怕也不容易买 然后台药也上去了 但是大家都不用急 因为我认为整个防疫股的主升段 才刚要开始 后来会有一波一波大行情 所以再来还有一档生计防疫股 必买的秘密武器标股 生计防疫必买的秘密武器标股 他同时可以量产瑞德西韦 同时他也生产今天最新一颗 叫地塞米松 也被国外公司证明说 对于新冠重症的病人 他是有疗效的 所以今天有一些股票 就跟着涨上来的 但市场还不晓得这家公司 同时有瑞德西韦 同时也有地塞米松的双重力多 市场还不知道 所以等到市场知道之后 普加一杯冲天 所以全力锁定 务必买好买满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来买这一档 全新的秘密武器的标股 今天你只要来电 明天我就带你买这一档 全新的秘密武器 全新锁定 务必买好买满 等会我们再聊 调股票 好 欢迎回到现场 很不幸的全球疫情越来越严重 大家不要因为台湾的安全 就失去了戒心 第二波疫情可能又要开始了 甚至它已经在开始了 所以防疫是不能停的 防疫股它仍然是市场 最强势的主流 所以我们就是买一档加征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防疫股 生计股 这是一个非常的趋势 刚刚我说恒大就高档量缩整理 酝酿主神团 今天尾盘是小涨两块半 说185块半 5月估计可以赚3块 6月份估计可以赚超过4块 Maybe可以更乐观 因为外销价是本土的售价 大概两倍以上 所以大概6月份的获利是大爆炸 所以后面我认为才是有一波 真正走业绩行情的主身段 因为法轮持股真的太低 有非常大的一个加码空间 当然这些股票你都不用去追高 那我们现在有一档全新的生计防疫股的 这一个必买的秘密武器的标股 它除了可以量产瑞德西韦 同时也可以生产今天最新一颗 D3米松 这两颗药都可以同时用来治疗 新冠重症的病患 而且这颗D3米松的价格比瑞德西韦便宜的相当多 所以它有双重利多 但市场并不知道 所以等到知道之后 见报之后 这股价大概就要飙了 所以趁着市场还不知道的时候 全力锁定务必买好买满 想要买这档股票的 你就打电话来找郑老师 就说我想要跟着郑老师 买进这一档全新的秘密武器标股 明天我就带你全力锁定 买好买满 把这一波防疫股该赚的钱 一口气把它赚起来 大家收视你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